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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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真亲上啊 娘 完了完了 我这回真的喜欢上齐人了 不对呀 他不是要回去当齐王吗 他该不会亲完你 转头就不认账了吧 不会的 你放心吧 娘 韩征说了 这次玄农大典上 他要赢得漂亮 然后跟所有人宣布 要娶我 苏姐儿为妻 否则他就不当这个王了 真好啊 你可以在韩征的保护之下 健康长寿 平安无虞 娘 也就放心啦 娘 我终于可以活到 给你了老送终的年纪了 说什么呢 不对呀 他又不是在咱们九霄城当皇帝 他把我女儿拐了 你想什么呢 娘 我怎么可能抛下你 自己一个人去朔北啊 那你的意思 你还会为了我 放弃韩殿下 也不是 而是要把你 一起带去朔北 到时候给你开一个小医馆 如何 真的呀 那我一个前人 我可以去朔北开医馆啊 娘啊 这怎么不行啊 你想想你在这里 也经常给其人看病啊 那到了齐国 你岂不就是 那个筋国扁鹊 群差花驼了吗 那我一定会成为朔北 最牛的前人女郎中 最牛的前人女郎中 我娘就是最牛的 秦姨 这里也要擦吗 不用不用 我来就好了 没事 交给我吧 韩正 这样会不会太委屈你了呀 哪有 我这都是举手之狼 对对对 就那个地方 太高了 久儿啊 每次都够不着 那以后 这里就交给我了 这儿太高了 你们擦我还不放心呢 早啊 娘 早啊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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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你知道吧 我与你一同破获了海耀一案 立了大功 严宗使恳求我回归渡查呗 我呢 见他态度成开 就答应了 分明是最近前期两族关系紧张 严宗使想要拉拢你 和缓和两族矛盾 那当然 我们殿下是高风亮节 不计前嫌 不计前嫌 我告诉你我可最记仇了 我不过是因为 有了毒查呗这个身份 更方便我查木炎的事情 以及保护你 你先坐 我有个东西要给你 什么呀 怎么是这个颜色的腰牌啊 这样一来的话 整个杜查卫就只有你跟我的腰牌 是一模一样的 我 你们两个也有啊 当然了 好可爱 走吧 一毛去 等一下 我先给你戴上啊 顺便啊 今天呢就去告诉他们 我们在一起了 今天就要公开啊 那当然了 不久后 我还要向世人宣布这个消息呢 那你意思就是说 我们先在督察外 小范围地试试谁 想什么呢 如果翻项不好的话 你还想辟谣啊 那没有 走吧 走 大人哥 大人哥 丫头 韩殿下 丫头 大人哥 有个事想跟你说 我们俩呢 先别说了 我能见到你们这日太好了 我正等着你们救命呢 赶紧来吧 别杵着了 快 什么事啊 小范围地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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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怪方总 就听到乱呼呼的声 九二韩殿下 你们终于来了 都别吵了 小范围地试试 有人来给你们做主了 小范围地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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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别吵 一个一个玩 老老老了 老老老了 什么样 老老了 我们辛辛苦苦在这儿 干了大半年的活 他 他不给我们接空去 我都说了 你们头儿早就卷钱 跑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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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直是胡说八道 所有的人都知道 我们头儿最是忠厚老师了 才不会跑路呢 你们这帮缺心眼的玩意儿 也就你们信他 那不然 你们老板为什么失踪了 你这个人心肠好歹毒呀 定是被你杀人灭口了吧 你放屁 你说这话简直就是丧心病狂 谁知道 全人都能干出 挖人启元使的事儿 真是丧尽天良 对 丧尽天良 坏事否计 听听听听 你丧家之犬 什么 你竟敢把我是狗 别都拼了 这事件怎么会换成这样啊 你知道贤惠这事情出了以后啊 这九霄城内的前期矛盾就爆发了 好多前人不愿意在九霄城内待下去 就举家搬迁呗 还有欠着债不告而别的 对前人的生活也产生了影响 现在 矛盾愈闹愈大没人管啊 别打了 别打了 难住难住 别打了难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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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手 黑烟 你看 你还记不记得 你小时候最喜欢了 老禅略我给你买 不好意思啊 锅盔呢 刚出来的最好吃了 来一个 俊哥哥 你好丑 对不起啊 我就是想让你开心一点 我只想自己一个人 安静静地待一会儿 你别跟着我好不好 那你想吃什么 你想玩什么 你都跟我说啊 我陪着你 大娘 哎 哎呀 哎呀 我不好意思啊 是你 行啊 女儿 等等等等 是你爹害死我儿子 冷静一点 你还我儿子的命 还我儿子的命 你还我儿子的命 冷静一点 你也做了那么多坏事 怎么还有脸在大街上招摇 我夫君的自然石 都快被挖空了 下半辈子只能在床上活活了 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他什么都不知道 他是无辜的 他害了我夫君一辈子 害了我们全家 快走 走 还我儿子 您别走 总算是问得差不多了 等明天 我们再挨家挨户处理吧 嗯 明天的事情 明天再说吧 嗯 先闭上眼睛 好好休息一会儿 嗯 要不今天的事情 今天解决 还有什么事 岳大人 岳 对下 你有事找我呢 大人哥 大人哥 你腰疼啊 是有一点 你早说嘛 明天我去我娘那儿 拿一点她的特效官药给你 这个感情好 明天见 大人哥 明天见 那你们就继续 我懂的 懂的 我们是正大功名在一起 你为何处处已瞒啊 我 我没想瞒啊 我只是觉得现在这个时机 它不太合适 怎么不合适了 你看啊 最近这段时间 大家都这么忙 如果我们现在说了 岂不是显得我们很不务正业啊 对吧 而且 我们现在公开了 也没有人有空来祝福我嘛 好像 也是啊 久儿 不好了 塔龙 郡王也要跳龙 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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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想想想想想 何叶 你冷静点啊 有什么委屈我给你做主 你别冲动啊 对对对 郡主你可千万别冲动啊 你这么高摔下去 连长头都摔出来了 你们别过来 再过来我就跳下去了 别别别 何叶 我求你了 你别这样 都是你们害死了我爹爹 还不让我下去跟他们团聚吗 我知道你恨我 你想怎么惩罚我都可以 何叶 你千万别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我恨你有什么用 我恨你爹爹就能活过来吗 我很想跳下去 我知道 我一松手就解脱了 可是我不敢 你说死 会不会很疼啊 会 会啊 你记不记得你上次 翻墙胳膊摔脱就那次 你疼了三天三夜 觉都睡不着 你要从这儿摔下去 肯定要疼一万呗 可是我想不到 实在想不到 还有什么理由能活下去 你看看下面的那些人 他们每一个人都很讨厌我 是想在意我的所有人 都已经死了 我真的不知道 我还有什么活下去的理由 我在意你 和音 我和你爹爹一样 我和你爹爹一样 我关心你 我和你爹爹一样 攀着你越来越好 你越来越好 真的吗 真的吗 可是我只知道 我死了只对你有一个好处 我死了只对你有一个好处 就是可以让你愧疚一辈子 我知道爹爹错了 可你为什么要那样对他呀 爹爹对你那么好 我那么喜欢你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呀 就是这儿 快快快 快来管管啊 我好像听错了 原来是郡主要跳楼 你说没吃秩序 快快快快 我删去拦他 快 往后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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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闲口的案子是我你办的 他看到你 会更加刺激他的 对啊 那你去 对啊 你可以飞上去把他救下来 我不去 万一救完他 你又吃醋了 我答应过你 不带别人飞的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说这些 闲燕 你先过来我这边 你千万小心啊 你不好好好说 你别乱动啊 快过来 这楼这么高 你掉下去 你真肠子都给你摔出来了 会死的 何燕 小心 何燕 你干什么 何燕 来来来 何燕 来 你醒来 何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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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害怕呀 我再也不要死了 我再也不要死了 死得感觉好可怕 我不要死了 何燕 何燕 你亿 我这辈子只为一件事 就是好好对你 真的吗 真的 只要你以后 不要再做傻事了 我再也不会做傻事了 陈哥哥 这姑娘没事儿见头了 我吓回一跳 小红 千万不要怕啊 这荒郊野岭的 我保护你啊 来来来 这边这边 老天保佑 老天保佑 我这是帮山民 抓羊才抓这么久的 比羊没抓到我 好好好 小红 等着我啊 千万不要蓝跑 值不值得 何以解忧 唯有解受啊 还蛮人 رك不值得 脑脑 你问了什么 童谣 起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个部都有点了 韩正 你帮我捏两下呗 好 这就完了 不是你说得让捏两下的吗 我 你给我捏二十下 使劲点 你怎么这么使劲啊 对不起 你心情不好啊 没有 你就是生气了 我都说了没有 是因为 我没有找到合适的时机 跟大家说我们在一起了 你那哪是没有时机啊 我看啊 明明是你自己不想说 我哪有不想说呀 我没有 你看吧 这段时间 前妻两足矛盾四起 都差为每个人都忙得四脚朝天的 还有 何音跟俊儿 还伤着心 我们这个时候宣布 我们两个人在一起了 好像有一点 伤口上撒盐的感觉 对不对 那如果前期矛盾一天不平息 我们就要一直这样偷偷摸摸的吗 当然不是啦 等大家伙都忙完了 俊儿跟何音他们 等等 俊儿 我是谁啊 谭政啊 你每次都叫那个文俊俊儿 而对我 就是冷冰冰的直呼其名 我很不高兴 是俊儿让我这么叫她的 好嘛 那我也这么叫你 我叫你 寒儿 还是 真儿 罢了罢了 算了吧 算了吧 要不 我叫你寒狼怎么样 寒狼 别了 此事借过 罢了 不借 寒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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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然 这样吧 等到这段时间 大家都把事情处理好了 大家的心情也变好了 咱们两个直接成行 吓死他们 你说真的 他好像认真了 我听赤兰跟我说过 说你们前人在成婚的时候 会准备三书六礼 三枚六片 虽然我是一个奇人 但是别的前租女子有的 你也一定要有 不 必须更好 殿下 君王爷来了 君儿 尾首 你也让你回来 尾首 就还有什么 你也要 我吃了 你不散了 是 我吃了 你吃了 你吃了 哎呀 你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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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吃了 你吃了 好呀 可好 我是说 单独说 那你们 先回避一下 说吧 我们还是进去说吧 俊儿 你要跟我说什么呀 殿下 我是不是变聪明了 刚才我听见你跟九二姑娘说什么 成亲的事 正好俊王爷就来了 我就大声报信 百般总闹 我是不是厉害了 闭嘴 不是 偷听强调的事情 我还没找你算账呢 别耽误我听他们说话 那你还偷听强调 俊儿 什么事啊 俊儿 我 我得向你坦白 一件事 到底什么事啊 你怎么支支吾吾的 我 我喜欢过你 殿下 不会杀了俊王爷吧 我拦不住啊 怎么办哪 但是 我以后可能没资格喜欢你了 俊儿 俊儿 你 在说什么 我知道 你心里的那个人 也不是我 知道就好 俊儿心里面 就只有我这个未婚夫婿 还好 郡王爷昔名啊 你说什么 我说我 饿得要命 我 我一直觉得 只要不求回报 单纯地对你好 这也没什么的 但是有时候我会迟疑 毕竟一扇 不愿意打开的门 一直瞧 是没有礼貌的 俊儿 俊儿 我以后 不会再喜欢你了 这个决定我已经 我已经 困扰我很久了 而且我 我可能也没有余力 再去等你这扇门 所以我决定一生不婚不娶 我就一直做狠硬的胸肠 护他一生周全 我 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可是俊儿 我觉得 你也不必这样 你真的没有做错什么 你只是为了救韩征 救我们 俊儿 我说这些 不是想让你内疚 我只是想 做一个自我了断 这样的话 我会舒服一些 好 俊而 有些话 你可能听过很多次了 但是我还是要说 你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人 可是 我希望你以后 可以多多为自己考虑 多想一想你自己 我想求一份自己的心安 殿下 有话好好说 别动手 韩城 你别误会啊 俊儿他只是 他只 韩兄 你别紧张 我就是 别多想啊 朋友之间抱一下很正常 韩兄 你干吗 殿下 我们都是好朋友 那我也要抱一抱 九儿 不好了 完了 天然哥又带着她的恶好来了 天然哥 怎么了 陈丽不是失踪了一天吗 她回来了 这不是好事吗 你慌什么呀 她说城郊的荒山上有 怪物赤人 怪物 赤人 走吧 查案去 这 等等我呀 还有多久啊 应该 快了 嫌累还非得跟过来 慢点 俊王爷 男女授受不侵不知道吗 还有 别忘了刚才怎么跟九儿说的 韩兄说得是啊 那你 你 你这是 你大概还不知道吧 我跟九儿吧 其实 陈丽哥 咱们都围着山头转了两圈了 怎么一点痕迹都没有啊 可能那天天色太晚了 我 我也记不大清楚 应该就是这一片 你会不会是最近累糊涂了 在梦里的事情当真了 你丽哥可是亲眼所见的 鸡巴个长毛的怪物 如同一下就冲出来了 当着我的面 就把那个老阿婆生吞活泼了 我醒过来的时候 我的爱居小红 已是不见踪影 她不给人当驾餐了吗 小红 小红 你说的就是这匹马 兴许那些怪人 挑食 什么挑食 他们连老太太都吃 能不吃你的马 也许 吃饱了 你们得信我呀 我真的是亲眼所见的 这怎么会 一点痕迹都没有呢 你们看这些草贝扒出来了 看来真的有人来过 可是如果这个阿婆 真的遇害了 为什么一点血迹都没有呢 有血迹 这么一小滴啊 难道这还不足以证明 阿婆昨天惨死在这儿了吗 什么都不剩 就剩这滴血 残忍之急呀 这跟你形容的吃人炒面 差得有点多呀 这是剃头修脸用的剃刀 这刀怎么绣成这样了 兴许那位老阿婆 就是个修面师 但九霄城的修面师 龙宫也就那么五六个 好他的很 你还没想起来 我想起来了 以前有一个会修面的老阿婆 就住在牛兰村里 曹阿婆 感恩君王爷 那位阿婆是不是瘦瘦的 还有一些沟龙 对对对 她还是个哑巴 而且耳朵还保湿 如果真的是曹阿婆 难道 真的已经遇害了 俊儿 你确定就在这儿吗 不会错 我戏本里写过几个 以瘦瘦为原型的人物 我还拜访过几次呢 就这儿 被你写过得一般都很惨 到了 就这儿 他都已经遇害了 又无儿无女的 这么敲是多此一举吧 对啊 曹阿婆 曹阿婆 阿婆 你 还记不记得我 曹阿婆 你昨天在山上 有没有受什么伤啊 山上 伤 谁有这里受伤了 快进来 看看这是谁 快进来 你们忍不就行了 你抓我来干什么 回头看看 这是谁 鬼呀 不是 来 把头抬起来 你好好看一看 阿婆就坐在那儿呢 根本没被什么怪物吃掉 那 那那那滴血怎么回事 在手上呢 既然过来了 好好看清楚 去 你去 去 我去 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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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不是 我知道的我都说了呀大人 九儿 你行吧行吧 你先去忙吧 行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曹阿婆 您要有什么事 您可以跟我们说的呀 大声点 我说 您要有什么事 我们都会帮你的 曹阿婆 昨日夜里那么晚了 你一个人去山上 去干什么了到底 这可怎么办呀 什么都问不出来 算了 那既然曹阿婆也没什么事 那要不然先让她回去 好啊 阿婆 这倒是听得清楚啊 九儿 我觉得她 不对劲 有问题 我问你这个阿婆夜里来这里做什么 她装听不懂我就知道有问题 没想到今天夜里还敢来 韩正 你能不能闻得出她篮子里面装的什么 肉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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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着她来送饭的 合着荒椒野领的 给谁送呢 走 去吧 就去吧 这个了 来吧 我走 去吧 我捡事吧 我捡事了 你看我 我捡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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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捡事了 你捡事了 你干吗 韩雄 我 我害怕呀 脱开 没事 别怕 别怕 没事 没事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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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卡 九二姐姐 阿布叔 你 爹 没事了 大家没事了啊 自己人 自己人 你别怕 没事了 没事了 谢谢他吧 卡塔 他们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我也不知道 一开始 爹爹只是时不时地抽动 有点像 跳舞 爹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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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波爽 没事了 没事了 爹爹乖 爹爹 爹爹乖 爹爹 没事了 没事了 那后来呢 后来爹爹就开始长牙 开始长毛 还特别 特别容易情绪失控 小婶 是不是眼花了呀 这里怎么会有怪物呢 就是 张伯 你看 怎么了 你不是吗 我里头呢 你是谁 你出来 出来 我就是我没眼花 卡卡 我是爹爹 爹爹 爹爹 你怎么了 我 我不知道 我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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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划刑啊 他们怎么敢 上个月的租子都没降 要敢化成骑行乱跑 我就报官 赚了 爹 爹 爹 没事 没事 爹说了 不出三天 这些长毛就长得浑身都是 看起来像是下话形 我和爹怕被赶出就消成 就躲到这个废屋子里来 后来 曹阿婆发现了更多 跟爹一样情况的人 就都送到这儿来了 可日子一天天过去 大伙也没有好准 这种情况叫 叫什么来着呢 叫 爹 没事的 做个过程 我好像在一本书上看到过 他说人长得越来越像猴 就叫 叫 叫凡祖 对对对 叫凡祖 那齐人凡祖 不应该长得越来越像齐吗 不对 他们这个状态 根本就不是我们画形的样子 顶多算是 画了一半 那把他们长毛剪掉 不就跟原来一样了 我也是这样以为的 但是真的是 对 但是我们在里面下这个状态 我们就跟原来一样的 把他都抢过去 我看一个状态 我看个状态 你不知道 我过去 一个状态 就叫他 然后我看一个状态 他们的状态 你不过去 要不然送到我家去吧 不不不 我想到一个地方 或许那儿更合适 这贤皇就这事一出吧 九霄城多少个设起的店铺都倒闭了 太可惜了 是啊 不是人非 我还没来得及拖来这里看几次歌舞呢 现在 倒成了藏身的好地方了 可汉 你们两个先进去吧 快快快 快 快 这边 走 来 快 在这儿什么 我还来 你们 你们肯定做我进官府 喂 我们这是帮你呢 我不信 我不信 你 可汉 殿下 你怎么能对同族这么粗鲁 我错了 我下次一定敢 我先付他进去啊 要要尘埃 独行的姿态 就笑歪 奇怪 与你装满怀 懵懂情怀 细笑间初开 你指尖 游暖亦藏偏爱 想和你 同游山川与湖海 水中处月云外 似一切可爱 从风雨袭来 已给你晴空地带 你的笑 随风悄悄如梦来 不幸是清醒有你在 像母红彩 明白了爱 自由安排 还已经算一来 了解一次明白 就笑成为有你在怀 将来月 万世 化作尘埃 你和我的未来 更只期待 懵懂情怀 细笑间初开 你指尖 游暖亦藏偏爱 想和你 同游山川与湖海 水中处月云外 似一切可爱 送风雨袭来 已给你 清空地带 你的笑 随风 悄悄如梦来 不幸是清醒有你在 像母红彩 明白了 爱 自由安排 他已经 他已经 算一来 了解 已曾明白 就笑成为有你在怀 江湾 人 往事 花 的真爱 你和我的未来 更只期待 只因爱存在 悲哀在 花结开 月色 悄悄 已在 你怀 将天 你过着 生活 常态 从人海到未来 你再就期待 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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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情